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宗铭 欢迎又来到《曲宗铭咒》的节目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名叫《我最极重,Just as I am》 这首诗歌的作者叫Charlotte Elliott 她是1789年出生的 她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家 而且她的社交生活非常丰富 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她 但是当她在32岁的时候 突然患了一种病 不能够见光,不能够出街 只能够在那个房子里面 她就对这个上帝非常愤怒 不久有一个牧师来探望她 探望她的时候和她聊天 她说你心里面 你怎样来看这位上帝 这个医疗一听到这句上帝 非常不高兴 她说我除了埋怨,除了憎恨 我没有其他的 我很不高兴她敢来对待我 差不多毁了我一生 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神 但这个牧师就很有智慧 她说你继续埋怨不要紧的 你把你心里面很不高兴的东西发泄出来 但是你要记得 你的发泄 神会用她的爱,她的怜悯,她的包容 她的慈爱 来回应你 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慈慧的神 不知为什么她说了这句话 这位女士 很受激励,很受帮助 她就开始想这个问题 到底人生应该怎么过 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埋怨呢? 是不是我真的那么好呢? 所以她就问一下自己 我应该怎么做 后来她就想到一件事 原来在她的里面 都很多的污蔑 很多的不是 她就说 其实我都不是一个 怎样好的人 于是乎 她就写了这一首诗歌 歌词里面说到我的罪里面 很重的罪 在我心里面并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感谢主 她就信了耶稣 而她写了诗歌 感动了无数的人 特别在葛培里报导团 她就采样这首诗歌 有超过一百万人 走出来 就接受耶稣基督 当他们走去接受呼召的时候 葛培里就唱这首诗歌 我最极重 我最极重 这是人之一的 他就会召唤 我最极重 你处理的 我最极重 是尤其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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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